都说体型X是演员提升CP感的一大力气 高大的身材可以给人带来足够的安全感 较小的身形可以让人唤醒内心的保护欲 当量这相遇 化学反应更是加倍增长 从此大灰狼和小白兔的组合有了时影 反差萌也不再是难题 那么有哪些CP曾因为体型X让观众心动不已呢 这里是瞎谈鱼子讲 今天我们就一起来看一下那些身型差异选输的荧幕情侣吧 说到偶像剧里的经典CP 想必不少人都会提名下肢未知里的颜值夫妇 由白敬廷饰演的陆志昂是敏副其实的阳光男孩 性格开朗 重情重义 每当他身穿白衬衫 露出标准微笑 就能给人带来莫大的治愈感 伴随着成长和跌撞 他变得愈发内敛 这也多了几分沉稳和包容 而从他遇到炎末的那一刻起 他的世界就此天翻地覆 演目虽然看起来大大烈烈 但其实心思细腻 能力出众 这种反差感使得他不仅成为了剧中众人严厉的女神 也成为了无数观众心里的人设标杆 当然除了两人各自的魅力令人着迷 他们之间的甜蜜桥段也是一大圈奋力气 不论是初见时斗嘴的日常 时至今日 依旧能让人一想到他们就不禁嘴角上扬 另一对靠体型X出圈的CP则是胡一天和沈月 在电视剧《至我们单纯的小美好》中 胡一天饰演的江城是公认的顶级学霸 但常常因为性格孤僻而和周围的人格格不入 沈月饰演的陈小溪则恰恰相反 乐观是她的人生准则 吵闹是她的最大特点 虽然在追求江城的路上屡屡碰壁 但却始终没有放弃 值得一提的是 两人不仅在性格上截然不同 在体型方面也存在着悬殊的差异 胡一天是出了名的高个子 四肢修长 气质出众 而沈月由于只有160公分的身高 每次和胡一天站到一起 都会被她衬托成迷你型号 还有观众借机调侃她 两人的身高差距注定使得他们无法轻松通框 拍戏时 镜头大概每次只能拍到其中一位的完整体 不过拍得吃力 效果却很好 高大的胡一天把江城的腹黑完美诠释 沈月则靠娇小的身形增添了几分猛感 两人组合到一起 化学反应惩备其笑 让人一边行动不已 一边心生共鸣 而在另一部系列剧《至我们暖暖的小时光》中 也有这样一对具有明显体型差的CP 那就是行妃和林依 剧中 行妃饰演的司徒墨是乐天知命的氧气少女 看起来温婉被动 实则奔放不羁 阴差阳错遇到了奇奇怪怪的顾未易 两人在偶然的合租后日久生情 上演了一段从校服到婚纱的浪漫恋爱 虽然行妃和林依在身高方面有很大的差距 但在CP磁场上却意外的适配 一个是天真浪漫 却也有脆弱一面的女孩 一个是颜值满分 却爱好奇特的标准宅男 乍一看性格迥异 可看完整部剧 就能感受到他们之间那种温暖的双向治愈 不得说海螺里有大海的声音吗 还有不少网友表示 身高不是距离 内在才是关键 行妃和林依用演技撑起了角色 让人不由得忽视了两人外形条件上的匹配度 只想在他们的洒糖环节里大呼浩田 在行妃的另一部电视剧《我的小确幸》里 她的搭档演员唐小天又是那种高个子类型 不过同样是体型差代表 这两人之间的氛围感更多了层成熟色彩 剧中行妃饰演的陈荣是一名律师 对待工作强势果断雷厉风行 谈起恋爱来又能化身小可爱 撒娇卖萌不如间断 由唐小天饰演的文绍青既是她的青梅竹马 也是她的心仪对象 不同于其他甜宠剧里的高冷霸总 文绍青身上有种微妙的矛盾感 在别人眼里她是高大帅气的外科医生 但其实她是极腹黑毒蛇和正义凛然 与一体的复合型人设 可以给从容带来十足的安全感 不过这种安全感并不完全源自角色的性格表现 饰演者唐小天的身高优势也发挥了一定的作用 有不少观众表示 每每看到两人的同框画面 都会被两人的体型差疏到 而且不仅是正片甜度爆表 就连幕后花絮也非常好客 两人之间的肢体接触和眼神交互 又丑溺又自然 在平常不过的拍照打闹清洁 也因为他们的真实反应而变得甜蜜起来 成人练习生也因为男女主的体型差一度爆火 寄身宝藏作品榜单 在这部篇幅短但后劲足的清搞笑剧里 丽云和赵又金携手演绎了一段怪甜线后 把青春的悸动和美好展现得淋漓尽致 不过出圈的可不只是剧情 两人的适配度也是一大亮点 丽云饰演的是练习体育的黑皮肌肉男 赵又金饰演的则是可爱善良的萌妹 青梅竹马的人物设定 加上假戏成真的抓马剧情 令无数网友直呼上头 从游乐场举高高的拥抱 到合租时的各种暧昧画面 都堪称大型放量现场 再加上两人之间对比强烈的肤色差 性张力直接远地拉满 甲南传里的菊靖翼和曾顺希 也是名副其实的反差CP 剧中菊靖翼饰演的江宝宁 虽贵为郡主却有一颗向往自由的心 在待人处世上既能如小女子般 娇媚柔弱 刚裂起来又和大男人有得一拼 她极具智慧谋略的大女主人设 在如今遍地可见的傻白天角色里 显得格外特别 曾顺希饰演的李谦 也拥有双面性格 世卫出身的她是谦卑有礼的君子 也是深情专一的爵士号男人 前一秒还在为国家安定而奋斗 下一秒就能化身为奶茶小狗 对心爱之人施以连哄带骗术 让人忍不住怀疑 她是做拿了女主角剧本 才能把撒娇卖萌演绎的如此传神 除了各种甜腻的桥段 令观众欲罢不能外 菊敬义和曾顺希的体型差 也是狙击观众新动点的一大要素 当身材娇小的菊敬义 遇上宽肩窄窄腰的曾顺希 就自动变成了潮小号甜妹 曾顺希则是发动大眼攻势 用安全感爆棚的外形 撑起了两人的CP感 每当两人同框出镜 都不免令网友直呼 还能再看一百几两人的甜蜜日常 长歌行李的赵露丝和刘雨宁 就更绝了 很力无情的冷面侍卫 配上说哭就哭的软萌公主 这种大灰狼和小白兔 一物降一物的组合 完全是在观众的取向上疯狂踩点 饰演浩都的刘雨宁身高183 饰演乐烟的赵露丝不足165 显然却不违和的体型差 让这对浩烟夫妇在该剧中的一众CP里脱颖而出 就此成为无数观众心目中的白月光 两人在片中还有一爆成名的高能场面 和刘雨宁一对比 赵露丝瞬间成了糯米团子 但身材虽娇小 本事却不小 毕竟乐烟牢牢掌握了好毒的情绪开关 一流泪就能让她没辙 到了国子健来了的女弟子中 赵露丝又和徐凯成搭档 把体型差发挥出了最大效益 一个拥抱稳 就能让观众感受到角色之间深厚的情愫 不过最令观众印象深刻的体型差CP 想必还是仙剑奇侠转三里的子萱和魔尊重楼 一个是敢爱敢恨的女娲后人 一个是潇洒自信的魔戒至尊 一株屏幕的般配感令不少观众表示 比起子萱和长青这对官配 更希望这两人能拥有圆满结局 毕竟重楼在剧里从头到尾只认真干了两件事 一是找飞鹏决斗 二就是爱子萱 离开他 跟着我 而且虽然扮演者唐嫣和黄志伟 有着20多厘米的身高差 但在画面呈现上毫无违和感 甚至更贴合角色的设定 让重楼能在高楼魔尊和纯青大口沟之间无缝切换 而子萱也能放下包袱在重楼的保护下流露出脆弱一面 另一对并非官配却有着无数支持者的CP 则是共同出演了伪装者的靖东和宋毅 在某场发布会上 两人浪漫牵手跳了一曲摩登舞 强烈的体型差让一众网友在欣赏表演的同时 深刻感受到了这对组合的缩点 难怪两人仅仅同框了10秒就瞬间登上了热搜 引发了全望热议 宣美和伴舞《车贤胜》也是如此 一首Gachina直接让这对堪称双A的巧克力牛奶CP 把舞台表演变成了顶级视觉盛宴 肤白貌美的宣美在前方大方展示魅力 赫尔蒙爆棚的《车贤胜》在后面加以配合 每个双人动作都是课堂的绝佳时机 同样式跳舞 杜海涛和迪丽热巴的组合就显得极度违和了 在某档综艺节目上 两人携手共跳拉丁 热巴全程美貌在线 武器出众 杜海涛则把油腻两个字变成了现实 不论是浮夸的表情还是糟糕的肢体 都让人忍不住想把它自动屏蔽 梦回里的李兰迪和王安宇 则是把体型差反转了对象 本该是小鸟依人的画面 李兰迪却用壮硕的身形打碎了观众的遐想 当他和王安宇站到一起时 大家总是忍不住发出疑问 到底谁才是更需要被保护的那一个 甜蜜暴击底的陆寒和关小彤也生动诠释了 什么叫逆向体型差 观感特别差 本身就身高差距不大的两人 偏偏在气场上也格格不入 营气十足的关小彤 仿佛分分钟就能抢走陆寒的男主角头衔 虽然两人在超强滤镜下 硬撒了一些工业糖精 试图用玛丽苏情节弥补外形上的不足 但他们稍显知能的演技 还是没能完完全全地撑起角色 导致最后没有甜蜜 只有暴击 如此看来 对于荧幕情侣而言 合格的体型差 有时也能成为CP感助力 让演员之间的甜蜜氛围更高一层 而不匹配的外形 则容易降低视觉观感 也就难免令观众跳戏 不过体型适配度并不是唯一准则 当外在条件稍显不足时 演员们还是可以通过演技 来支撑角色和剧情 小米江们 你们觉得哪对CP的体型差 最令人心动呢 你们还知道哪些拥有极致反差的CP呢 在评论区留言你的想法 关注点赞我 这样子为你带来更多有趣盘点 我们下期再见吧